都消失了 捷運時期畫面拍下 白色上映的富人 在夜市裡頭走得很匆忙 雙手還提著好幾個包包 似乎不需要來逛夜市 隨後富人鑽進攤販縫隙 消失在畫面當中 警方事後卻貨報 原來富人手上 這一咖黑色包包 竟然是從攤販手中偷來的 當時攤商就是像包包 放在像這樣的餐車 下方的夾層 沒想到卻被蕭小盯上 20萬的名牌包 不翼而飛 事發就在北市知名的饒河夜市 21號晚間 林姓富人鎖定其中一間攤販 一把摸走老闆的LV名牌包 隨後逃逸無蹤 第一時間 攤商就在全主公布富人影像 希望揪出竊賊 而警方調閱監視器比對之後 也順利在新北市待人 算一算包含LV包包在內 裡頭LV短夾 現金提款卡等等 總價約二十萬元 警方事後到富人住家搜索 卻只收出名牌短夾 其他物品全都不見蹤影 不排除 早被囂張 這邊攤商其實他們感情也很好 旁邊是你 我二人一句也都會幫忙照顧 你來看很久 不知道他怎麼知道這邊的東西 儘管人髒俱貨 但林姓富人依舊不願坦全犯行 警方也不排除 富人恐怕是臨時起義行竊 但這回二十萬包包遭竊 讓老闆做生意反倒陪 知名夜市傳出切愛 也讓餐商間人人自圍 三秀和蒙祖有塔 我推不到